大家好 我是赛品队长 不家图自闭 也胡思乱想 最近呢 这日本呢 有一家餐馆火了 他们上面贴着啊 这个中国人不能进 也贴了韩国人也不能进 然后呢 这个餐馆呢 就被一个身在日本 身在敌营的一个我方卧底 对吧 一个日本的爱国网红 就是一个日本 一个身在日本的爱中国的网红 中国人啊 发现了 这个网红呢 他就是做爱国生意起家的 你看 就是他之前在节目里说过 说那个 我到广岛来了啊 广岛盛产什么图特产呢 原子弹 他是说这样的 他能说出这样的话 所以你就可以琢磨 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那么这个网红 一看门口啊 你贴这告示 很生气啊 然后进店 大吵一番啊 没吵出什么结果啊 然后报警 报警这个警察呢 是非常 我觉得警察态度真的太好了 何声细语啊 跟他解释 然后给他请出这家店啊 因为日本警察没有说强制这家店去做什么这样一个权利啊 他对日本警察哎 那种态度横皮烂卷的 哦 哎呀 这养我国威 哎 养我国威 我真没想到一个中国人竟然敢这样跟警察说话 嗯 太自逃了啊 我这事儿吧 我对日本国情啊 就是这种社会的情况呢 我不太了解 那也欢迎评论区进行这个补充啊 那么我对 就是我了解 然后跟别人聊 得到的一些资源啊 一些个资料呢 然后汇总来聊一聊啊 在日本呢 这种事儿倒是有不少啊 因为日本法律有一条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 消灭一切种族歧视的这样一个公约啊 就是你不许有这个种族歧视啊 不许什么管黑人叫猴子 就是类似于这个啊 什么yellow monkey black monkey 这话不能有啊 那么如果有的话 那就责令整改 然后前些年啊 日本还推出了一个叫做仇恨言论消解法 就是说 你对于那种 不是日本 你就是身在日本 然后他不是日本人啊 然后或者是 或者是一个那个 这个 这人是日本人 但是他的父母可能是韩国人啊 是中国人 还是越南人 就是这种人啊 就是移民二代吧 移民二代这种人 如果你对他们发表仇恨言论的话 这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就是正常 然后这个一纸诉状 告法院走程序 那走这种什么民事诉讼 民事赔偿 这百分之百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如果上升到 电主用词 如果过于这个 有有攻击性 哎 比如说这个直纳什么什么的 对吧 有有这种攻击性的话 那么 这可能还要涉嫌什么诽谤罪 侮辱罪 那这就是 这就不是形式 这就不是民事问题了 这是形式问题了啊 过去你看日本还有 涉及到禁止言语冒犯天皇的大不敬罪 然后后来被这个麦克阿瑟给废止了啊 自死这个日本就成美国的狗了嘛 对吧 那他彻底被打断了几两股了 对吧 成走狗了 是吧 那么这打官司可以说好用 基本上就一告一个准啊 那么如果不打官司的话 别人还真没什么办法 就是你只能给地方啊 就是那种人权啊 NGO啊 就这些部门打电话 然后要求他们啊 把标语给撤了 但是你这种要求不是那种强制性的 就是 他因为他他不具有这种执法性嘛 他不具有执法性嘛 所以就是你只能是劝解啊 说你给他撤了行不行 但如果店家说 你上法院告我去 反正我就不撤 我就这样 这事也不好处理 那你店家不改 他们也没辙 你指望警察这也不太可能 就是本来警察他没有那种强制执法权嘛 如果是警察对这个店家态度过于强硬的话 那么就是根据国内舆论的情况 还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节奏 这跟什么仇华呀 反华这没关系 因为 就是那个店啊 那个店属于是一个私人土地 私人空间嘛 那么警察如果是你态度不好的话 那就涉嫌这种暴力执法呀 这种干涉言论自由啊 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你看他去散德性啊 报警的时候 然后警察他没有权利去要求这个店家去怎么怎么样啊 然后那就是到时候警察请他走 这也没什么问题啊 那么这个店主呢 据说啊 是早在2020年就贴了这个条幅了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当时那疫情刚起来嘛 然后你说这事他是不是歧视 这模仑两可啊 是吧 这怎么说都行 是吧 那如果说你这个三年前 哎呀 这个国内什么14天里回国啊 14天什么红马 吃饭住宿不接待 然后公交地铁不能不能坐 这个祖国建设 你不在千里投赌 你最快 是吧 你说这算不算歧视呢 现在也不好 就是他他不好界定 如果说店主啊 真的就是就是看不上你们 就是不想接待的话 是吧 那我想这老板应该是一个一个昭和时代 在岁数挺大 一大呀 是吧 就是他受过一些个什么极右思想啊 然后呃 就是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啊 当然了 我们是应该彻底否定批判 他这种极右啊 极端的行径 对吧 那么 然而呢 我们同样也应该意识到 就是 现在这种现象啊 其实在平成时代 令和时代 是吧 平成废物 令和废物嘛 在这个时代 他就少了很多 因为民众啊 受教育的水平高了 他的极端思想也就变少了 你说未来搞这种什么极端民族主义啊 种族主义 民粹主义这种情啊 这这种人自然就也就少了啊 但是在日本彼岸的那个人或许 那些人或许不是啊 可能80年代 90年代那些人 是最具有国际视野的人 然后现在呢 是正在大批量培养 呃 就是昭和大爷的这种人 对吧 你今天反反这个 他们就跟那个昭和时代那群人一样 今天反这个 明天反那个 然后面对现实可能无能为力 但是网络阵地上 我他们重拳出击 是吧 那么呃 你在网络啊 重拳出击的话 要是不涉及到发表一些反人类言论的话 日本警察也不管你啊 但是你在线下当人面散德行 这个警察就得请你出去了啊 因为你看 你看那个那个博主就是嘛 他不点菜吃饭 他就是一直在质问说 而且 是有那个拍摄行为 这确实是妨碍到店家正常的去营业了啊 那么事实上如果是 他呃 就是 进店之后 他坐下来点菜 点菜 然后要求就餐 然后亮平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如果这个时候啊 被店家赶出去 或者是拒绝服务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报警了啊 然后把这个什么报警过后 然后警察那个来来之后这个情况进行拍摄 那么如果是店家的解释 或者是警察的执法有问题的话 那他他还可以 他还可以在这个嘲讽一番 然后 呃 说自己要是说自己亮平自己身份之后啊 不受什么影响的话 那他再可以嘲讽一番 你看那个他们就虚张声势啊 对吧 都是都是那个在什么打打打嘴炮啊 都是 在网上重拳出击 是吧 现在中国人一来啊 你说不欢迎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一来 你就唯唯诺诺 你就开始招待我了 对吧 你们也也就会打个嘴炮 然后你看你这样的话也会 激起一波这种 弘扬一波爱国情绪啊 带一波流量啊 对吧 所以你看就是这些正能量博主啊 你们有点长进行不行 那怎么 你你细流量 你还得让我教你们啊 就这点玩意都不会啊 说你们什么好啊 你们这就是烂尼服上墙啊 那么 刚才他说了这个日本警察呢 他是无权去判断民事责任的 所以他没法制止 就是三权分立之下 他们系统是横缘相扣的 日本他只能执行 警察只能执行说法院的那种执行命令 关于这个店主是否违法 然后违法啊 呃 呃 呃 需要被制止什么呢 也需要法院 下达判决 如果警察去干涉的话 那就是 超越了你自己的职务范围 如果店主不服的话 可以提出诉讼啊 然后 然后国家如果就是说赢了的话 如果赢了的话 国家还要 裁定你这个赔偿损失 就因为他这个执法啊 你今天损失了多少钱 我估测一下 然后赔给你啊 然后 警察可能内部他还会受到一些个那个惩戒啊 那么我在这些各大平台上啊 我是看到了很多网红啊 就是说这些正能量博主 他们呢 大部分都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网红啊 在日本 在西欧 在加拿大 在美国 中产社区啊 这种文明地区啊 表现出来的态度 那是气势如虹的爱国主义啊 爱国情怀啊 高调弘扬 而且呢 加以自己啊 一些个稀奇古怪的国粹 是吧 摆出一个 令人正气的派头啊 甚至还可以拍一些国外糟糕的一面啊 跟外国人去吵嘴 去打架什么的 但是你要是去了什么俄罗斯啊 或者去了穆斯林世界 阿拉伯国家 视频里啊 就全都笑容可居 所谓的猎奇 往往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啊 摆出一副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然后你还得跟那些外国人去 勾建大卫啊 去称兄道弟 那绝对的入乡随俗啊 啊 有的时候他们也遭到过歧视 但是他们会觉得这事儿无所谓 而且呢 在文明地区的这种正能量网红要远远超过什么俄罗斯穆斯林世界的正能量网红 那么这样一来 我大概就能明白 就是说正能量粉红当中啊 他们心中应该是有一个理想国的 这个理想国就是我可以随便的去说小西巴 小日子 尼哥 黑驴 然后嘲讽白左 政治正确啊 然后那个 而且我可以正当的挂出什么日本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这种招牌 但是你绝对不能歧视我 哎 这样一个地方 对吧 我可以随便的歧视你们 但你们不能歧视我 是吧 那我呢 很认同这么一句一句话 就是 这个世界没有天堂啊 只有距离地狱的远近 哪都有垃圾 这是正常社会 那么哪个社会都有垃圾的 如果你能忍耐某些垃圾造成的不变 这就行了 如果这家店涉嫌种族歧视 那么他就是日本文明社会当中的垃圾 对吧 那对于垃圾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是捂住鼻子 离他远点啊 或者是你把那个清洁工叫来啊 把把把把把这些垃圾扫走 对吧 而不是说把自己变成垃圾 非跟他争一决胜负 比谁味儿大 这只会激起更多文明人的厌恶 在这种现代的文明社会 两国啊 关系怎么样 其实是要靠两国人民给对方都留下了什么印象 外交大臣起的作用不太大啊 外交外交官怎么努力都没有说 国民在国外的言行更有那种外交价值 是吧 落日海道呢 经常提到一句话 就是言到哪儿都是闲的 你想象当中的乌托邦并不存在 在在在在在这一点问题啊 当初那些就是什么 古木派公知啊 我读者里边是吧 把国内说的哎呦 怎么怎么样了 你承认他们确实这这方面也是害人不浅 是吧 就是他非得把国外说成一个乌托邦啊 那么实际上那是没有乌托邦的啊 那么没有乌托邦就意味着你在这片土地上所遇到的困难 在别的土地上大概率也会有 比如今天遭遇的这种歧视 对吧 歧视它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啊 平等也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两样东西都是自己不经意流露出来的 那因为我们不喜欢歧视 所以我们去追求平等 但是你跟自己过不去 这没有必要 我们能做到的是让自己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 尽量的去保持一种理性和克制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你真跟别人死磕到底 然后你揪住别人的错 我再借这个问题 你去借题发挥 所以这也没多大的必要啊 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歧视嘛 然后你非得给他涉及到什么盖日本上啊 什么那个中日对抗 是吧 这没劲 这非但不会引来同情 这反而会让人觉得你这是一种得理不饶人的优越感呢 然后你这种借题发挥 这种其实得理不饶人的人 他们所持有的这种仇恨 其实跟当初那些拿着刀的鬼子没什么区别 只是幸运的是 他们现在是在鬼子的土地上 手里没有刀 否则的话 他们也会被人评价为两俗禽兽了啊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日本这家饭店啊 涉嫌的歧视问题啊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